不止德国 欧盟16号也点名 华为和中兴等中国两大电信巨拨 认为对欧盟构成安全威胁 欧盟只会表示约有24个欧盟成员国 已通过规范或正在定基础 以赋予国内当局权利 目前只有10个成员国运用规范 限制高风险国家 但这样速度太慢 一共成重大风险 危及欧盟集体安全 其实早在三年前 欧盟支援会已引进严格5G规范 如今欧盟也采取更强硬规范 贺阻北京 但过去未公开禁止任何供应商 新一轮声明象征欧盟改嫌益彻 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 与此同时却未能提防 6G新世代 为了迎头赶上AI 6G和云端运算等 新世代科技领域 根据外媒报道 欧盟旗舰研究创新计划 展望欧洲 共11项专案 华为每项最多获得14%的资金 取得389万欧元 尽管欧洲多国已把高风险供应商努力排除5G外 但仍把华为摆在敏感技术核心区 骑虎南下总境成为欧盟挡尽问题 三立新闻林志祺报道